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又大涨263点 今天最多涨了367点 一开盘就236了 昨天跌275点 有怕对吗 有买吗 你要敢买啊 我经常跟大家讲跌不是坏事 跌你才有减便宜货的机会嘛 早上你咋不完 今天一开高260点 盘中大涨360点 你不是赚到了 对不对 这两个礼拜行情很刺激啊 这两个礼拜行情 很好玩 很激烈 你回想看看 上个礼拜 一礼拜就1600点 大家吓死掉了 疯狂在杀股票 紧接着 礼拜一又跌 礼拜二开始 涨188点 礼拜三大涨 550点 两天大涨700多点 紧接着礼拜四又大涨270点 礼拜五又大涨了360点 上礼拜是一个礼拜 跌掉1600点 这个礼拜是大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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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着你七分八处 面对这种行情 你如果不够专业 不要说赚钱啊 你被他耍得团团赚 你被行情欺负 遍体鳞伤 可是 零和宴都在事前 就跟你预告了 你每天看我节目 行情我每天都事先跟你预告了 你看大盘在高点的时候 20800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预告 高档有背离哦 爱注意哦 30分的MACD 也有背离哦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堆 随时会下来 讲完之后是不是 跌了1600点 一千六百点 最恐慌的时候 以色列攻击伊朗 上礼拜五大跌1000点 我怎么说的 都在拌虚的 都是在演戏 以色列在演戏 伊朗也在演戏 不要去人骗去 礼拜一又跌 大家还是继续砍股票 我说法 很简单 买就对 快买就对啊 讲完之后 礼拜二礼拜三 两天涨了700多点 两天涨700点 我在礼拜三就提醒你 还会再压回一次哦 还会再压回一次哦 果然礼拜四 大跌274 在昨天跌274的时候 我是不是特别讲 下跌量缩 市场吸收 不用怕 行情会再起来 讲完之后 今天直接开高大涨 368点 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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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了266几点 263 林合宴完全都在事前 就跟大家预告了 事前预告 你才有办法事前做动作嘛 不然等到事后行情走出来了 你要做动作就来不及了 是不是 所以每天看我节目 记得要做笔记 林合宴都会事先跟大家预告 未来行情的方向 未来行情的波动 重要股票在哪里 维基路是 柴有超额利润 古神巴菲特讲了好几次了 你敢不敢买 真正跌的时候你敢不敢买 你看礼拜一 礼拜一在跌的时候 买材料KY 730到720 今天 791 791 礼拜一哦 礼拜730 720买的 光是这礼拜五天而已 光是这个礼拜五天而已 你买730的60块 一张6万块 买720的 一张70块 700块 看你敢不敢做而已嘛 对不对 溯天 礼拜一跌的时候 230 225买进 225买进 今天多少 270 今天溯天270 礼拜一 270 270 1张是不是4万5 10张是不是45万了 买个10张 225万 你们都有啊 对不对 不多嘛 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 3千万4千万的 很普遍嘛 新北市一间房子 随便1千万2千万 都很正常嘛 225万不算多嘛 就看你敢做不敢做而已啊 一档溯天买个10张 225万 礼拜一买 今天礼拜五 10张占45万 这样好贪吗 所以股票就看你会不会做 就看你会不会做 台光店 礼拜一360买进 当天收盘在350 会员买360说 老师收在350怎么办 我说放心啦 真假啦 不要想买在最低点 够低了 今天402 今天402 礼拜一买360的 今天402 一张42000 买个10张360万 大家都有啊 又不是什么大钱 360万一个礼拜 赚42万 是微记录是 你就有超额利润 对不对 长龙航 全市场只有 我在讲长龙航而已 全市场 刚才我在讲长龙航而已 美国航空股飙涨 我每天都提醒你 每天都提醒你 你看这个礼拜长龙航 今天已经快37块钱了 36.95 这个礼拜 31块 32块你都买得到 五天时间 31块 拨到37块 一张 6000块 10张就6万块了 买个10张也不过 才31万 32万 31万 32万 一星期五天 只有这星期而已 31万 拨6万 这样会好拨吗 所以看你会做不会做而已 股票市场 其实就是这样子 行情就看你 看得懂 看不懂 看得懂 赚钱就很快 看不懂 你就经常被修理而已 对不对 如果真的操作不顺 大门走大道 我只投资赚大钱的公司 尤其当他股价跌升的时候 涨高我也不追 你相信我这种方法 长期的操作下来 你绝对会有好成绩的 你绝对会有好成绩的 我也跟大家谈到 在520前 小英总统绝对不会放手 历任总统里面 任其中 股市涨最多的 就是小英总统 从几千点涨到两万多点 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把 他最重要的政绩 放手呢 对不对 所以520前 全力冲刺 更为其买底部的起涨股 我们不要去对关 买底部的股票 涨高的股票 很危险 你看 亚乡又一支 连续两天 两根跌停板 去那边 你还买堆 脱皮疼了嘛 对不对 找底部的股票买 拿底部的股票买 跟着林天一起来操作 昨天美国股市 稻穷跌 那今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涨那么多 昨天美国股市 稻穷开盘就跌了 跌了700点 因为昨天美股发布 美国发布 第一季的GDP 只有1.6%而已 去年第四季是3.4% 今年第一季是美国两年来 单季最差的一季 所以稻穷开低 706点 最后是开低走高 收盘跌375点 可是半导体股是涨的 很多人看到 稻穷一路落到700点 听到 你要去看它在跌什么东西啊 跟台湾有没有关系 这才重点嘛 你看昨天美股在跌什么 昨天银行股转弱 银行股 大部分都是道琼成分股 昨天IBM 大跌8.7% 因为财报不好 IBM也是道琼的成分股 另外 昨天脸书财报发布后 大跌10.5% 也拖累了Google 微软 亚马逊 这些股票跟我们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嘛 有没有关系 有 有些有 可是没有很直接 跟我们直接 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 台积电ADR涨了2.7% 大家最关心的AI 昨天美超围涨4.3% AMD涨1.3% Intel涨1.7% 博通2.9% NVIDIA3.7% MyWare4% 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地方 所以你看道琼 哇 拔那么多 人家AI很稳啊 台积电ADR去2%的AI 所以你看到细节之后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你看AI的股票 礼拜三 全面大涨 在拜三的 AI全面大涨 昨天 全面大跌 昨天全面大跌 我今天怎么说 那你没信心 要怎么贪有大钱 你想赚大钱 你要有信心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稍微一跌 你就卖股票嘛 甚至于有地 你就会赶快下去买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AI又大涨了 是不是又大气了 今天AI是又大涨了 我礼拜一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啦 如果AI垮掉的话 你股票不要算了啦 去年全球景气下滑 股市创历史新高 就是AI嘛 就是AI撑起来的嘛 AI开始扩散到 全部的层面 对不对 AI PC AI电脑 AI平板 整个生活化 全部都融入AI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AI都垮掉的话 那股票你不用玩啦 对不对 全球也垮掉啦 你看说着说着 这个礼拜AI是 又大涨上来了 高的一样不碰 找低的股票来买 找低的股票买 坚持这个原则 包含AI的部分也是一样 AI部分也是一样 找低的价格来买 找低的价格买 不要去追高 那今天最强不是AI啊 今天最强是什么 今天最强是航空股 今天航空股的部分 华航 长龙航 长龙 阳明 万海 整个航空从空运到海运 今天才在排名上最强的 所以说在520前 在520前 你放心做 肋骨会一直轮动 一直轮动 你只要找底部的股票 放心买 不要去追关 不然来跟连天一起合作 你看航空股间 今天长龙航 成交量 38万张 上市贵第一名 我怎么说的 全市场联合宴 一个人在讲长龙航而已 全市场只有我在讲长龙航而已 达美航空已经大涨60%了 联合航空大涨53% 阿拉斯加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涨幅都超过50%了 当美国的航空股都在大涨的时候 只有台湾航空股还没有动 我说滚了工啊 我讲好几天了 每天看节目你们都知道 你有买吗 我把美国大涨的资料都给你看过了 你有买吗 有买你就欢迎了嘛 对不对 我来提醒你 长龙航最大套牢区 33块34块 这个情况跟台积电当时套牢区 590到614 在没有过之前 一直压在乡景里面 一旦突破18667 一百里就离开就大戏了 相同的情况 又出现在长龙航身上 所有提醒你 34块的极观会噴出机会 你们冲出去了 你们冲出去了 光是这个礼拜30.8 今天36.95 只有这个礼拜就20%了 我有数千对你们提醒是吗 是不是又是在底部的时候提醒你们 现在本比要多少才9倍而已 这两天大戏了本比才9倍而已 现在上市贵平均本比大概30倍了 100倍的80倍90倍都有 最赚钱的公司 获利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现在噴出来了本比才9倍而已 这部长龙航的去哪里 6倍有买的 赶快来找我 或者想知道的也来找我 你看三大法人 连续三天大买18万张 我不是看法人买我才买 我在完全没有涨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提醒了 美国航空股在飙了 长龙航要注意哦 要买要紧买哦 我是不是事先就提醒你们了 你有买吗 有买你会欢喜了嘛 对不对 今天成交量38万张 开始在冲啊 开始在冲啊 两岸旅游如果全面开放的话 不可同日而宇啊 长龙航会噴得对大家去 不要小看哦 不要小看哦 今天台北股市最多涨了368点 林和彦还是事先跟你预告 下礼拜还会再压回来 下礼拜还会再压回来一次啊 那压回来不要吓到嘛 压回来是让你减便宜获得好机会 我跟大家讲过 在520前 行情就这样震荡而已 就在这里区间震荡而已 在520前 行情区间震荡 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不要去队贯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买 趁有压回的时候赶快下去买就对 你依照我这样跟大家讲的原则 下礼拜压回的时候 不要怕到哦 疲惫 快落去 要买对 要买对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你看自新 260买进 为什么买自新 打了5个月的底都没动 类比IC最赚钱的公司 趁压回买进就对啦 260买是不是一路冲到293 买个10张 就上了三班啦 上个礼拜又压回 趁压回大跌的时候 270买进 270买进 今天又多少了 光是礼拜一买的 今天290买 270买 今天290 是不是一张两万 十张就还20万啊 所以你跟我一起来买底部的股票 获利很轻松 昨天216底部买的 最赚钱的储能股 217 216 225 上来250卖出 这样10张是不是再来4万啊 趁压回的时候 趁压回的时候 225再买 礼拜一压回的时候 硕天225再买 再买之后今天冲到270 光是这一次 10张是不是又45万啊 我的操作你们可以完全看得很清楚啊 没坚补的 Open奖的 完全公开讲的 你要懂得底部买 不要事后再追高 林的厌党党党股票都是从底部出发 台大电 380跌到274 每天跟大家谈啊 是不是底部大涨 大涨之后 350卖出 最后卖到最高点 没有啦最高点 365啦 相对高点 卖完之后是不是下来了 下来我也提醒你啦 又可以买咯 又可以抹的哦 想再买起来啊 今天319了 光是这个礼拜 你如果295买 319 10张就25万啊 买个10张295万而已 只有这个礼拜 25万 所以会做不会做差很多 会买底部 你要赚30% 50%就很简单 技嘉 350跌到220 我专找底部的股票买 跌生的股票买 这样是不是39%了 美食 350跌到200 底部买进两趟 39 38% 你都知道的啊 你们都知道的啊 接下来这档个股 融赚二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又成长一倍 北京平台九倍而已 六个月底部即将完成 初步目标设定30% 初步目标设定30% 把你有限的资源 集中在一档最好的股票 一档即将从底部起涨的股票 融赚单股 融赚单股 有兴趣的 广告中府电话 跟上你的脚步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涨263点 亚洲股市的部分也都涨 南韩1% 香港股市大涨393点 大陆股市也都大涨 大陆股市也都大涨 你看大陆股市的部分 你看大陆股市的部分 我在过年前 是不是跟大家提醒 中国50正二 55跌到5块5块半 跌到剩下10分之1 大陆政府要护盘 赶快跟着做就对了嘛 中国50正二 从6块钱一直加码 到现在 今天大涨 一张都不卖 一张都不卖 已经贪到4% 互生2K4 从11块一直买 从11块一直买上来 到现在一张都不卖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管是ETF 或者个股都一样 你都会赚大钱 今天大涨 后星期又出来了 押回是好事 让你减便宜货 权力冲刺520 股票其实不用多 会贪钱的一支两支就够了 权力锁定 融赚单股二 去年获利创新高 手机已经成长一倍 北比才九倍而已 六个月底部即将完成 有兴趣的 我们全力一起锁定来操作 财报陆续发布 5月中 5月15 所有 低级财报 全部会出炉 你赚Dable的股票 你看台光店 两个月一收历史新高 股价350 550跌到350 时间都算准给你看啊 对 3006买进 今天400了 现在没有的 这样一个礼拜而已 37万 外资营调告目标 605了 外资营调告目标 花了六百空过去 技嘉 三月营收大爆充 时间也提醒你了 再注意哦 时间要搞哦 材料KY 业绩也是大爆充 时间也提醒你了 我们730买的 既然已经790了 既然790了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 会去的一支两支就有够了 全力锁定 融赚单股二 目标30% 即将开始发动 教助你操作顺利